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圣灵降临后第三祖日晚岛崇拜 2020年6月21日 耶稣说我要重复那里猜宝会诗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祂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安静跪下 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慈得门涉 最慈悲的上帝 尊行主的圣道 荣耀主的圣灵 阿们 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 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你们的罪 增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以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 藏在永恒的生命之中 阿们 上帝啊 快快搭救我 速速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入圣父圣子圣灵 其诸这样 多福 现在西遥西城 我们眼见暮色苍茫 我们歌唱赞美上帝 圣父圣子和圣女 无论何时 你都配受欢声赞扬 上帝的圣子 赐生命的主啊 万古千秋 永备遵从 诗篇九篇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上帝在其间 为太阳安设障务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 宽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遗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 全被能抒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纯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 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住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越纳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诗篇四十六篇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乱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星 其中的水 虽平空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斗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有一道河这河的奋差 使上帝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上帝必帮助这城 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 上帝发生 地便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使地 怎样荒凉 他只吸刀兵 直到地极 他蛇弓 断枪 把战车 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万外邦中 并被遵崇 在遍地上也被遵崇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愿人要归于圣父 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今天的第一经课 记载在 使徒行传 十五章 一至十二节 有几个人 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 不能得救 保罗 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 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 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 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 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 菲尼吉 撒玛尼亚 随处传说 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 都甚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 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上帝同他们 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塞教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 行割礼 吩咐他们 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 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 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上帝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急着信 竭尽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 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 要把我们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付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 诉说上帝 及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迹 奇事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心尊主为大 我领以上帝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而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绑壁施展大能 心骄气傲的人就被改善 他叫有权柄的施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稀罗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因他眷恋他恩赐的应许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但愿荣耀归于胜负胜死胜利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今天的第二基课 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49-56节 耶稣说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早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父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就说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伪善的人啊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这是主的话 感谢上帝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无人安然叙事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主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里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主名以色列的荣耀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女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我信上帝 全能的圣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圣子 因圣灵的大能感应 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流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在十字架上 被害埋葬 他降至阴间 第三天 他复活 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必在里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生儿宫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同 我信罪恶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们要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天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力 荣耀 全是父母 永无穷尽 阿们 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 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 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 求主使天下太平 因为只有在主里面 我们才可平安度日 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 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 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 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 主啊 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 使贫穷人的盼望 不置落空 求主洁净我们的心 用圣灵扶持我们 求主使我们时常敬畏 爱慕主的圣灵 因为你常常帮助和管理那些 你已经立定慈爱 根基的人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圣子和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 永无穷尽 阿们 至圣的上帝 凡洁净的心愿 政治的意念 公义的行为 都是从主而来 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 似于你的仆人 使我们专心顺求你的旨意 并且依靠你不怕仇敌 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 这都是靠着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怜悯 阿们 主啊 求你在黑暗中 做我们的亮光 更求主发大慈悲 在今夜的凶险中保护我们 求主因你的独生圣子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 应允我们 阿们 上帝啊 你是世人的生命 信徒的亮光 劳动者的力量 世事者的安息 我们为你今天所赐的福 感谢你 又谦卑恳求你今夜 继继续保护我们 平安直到明天早晨 这都是靠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圣子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上帝啊 求主降下圣洁和赐生命的圣灵 感动每个人的心 特别是我国人民的心 拆除造成我们分裂的障碍 使怀疑消失 憎恨止息 叫我们的分裂得医治 我们能够在正义与和平里生活 这都是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上帝啊 你造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万族万民 我们为世上种族与文化 多姿多彩的奇妙感谢主 求主使我们的生命 因友谊范围不断扩大而更丰富 更求主在那些与我们有别的人显示主的灵在 直到我们透过爱而完全地明白你的爱 阿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 有憎恨的地方散播忍耐 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 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 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 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 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 有疑恨的地方散播喜乐 求主使人 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 而是要去安慰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 而是要去了解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 而是要去爱人 我们施舍就有收获 宽恕就被饶恕 死亡就得进入永生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万能的父 为了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和慈爱 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 虚心的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保守我们 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 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 接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看望 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 能以真诚感恩的心 献明你的荣耀 不只在口头上 而且在生活中 奉献自己为你物物 一生行圣洁公益的事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愿君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永无从尽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典给我们 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 主请借着爱子耶稣基督 应许我们 若有两三个人 奉他的名聚集祷告 主必在他们中间 现在我们所愿所求 若是对我们有益 求你允准 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 来世得享永生 阿们 我们要赞美主 感谢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